酒店大厨偷偷偷告诉你排骨超级好吃的六种做法 学会全家夸你是大厨 第一种 生炒排骨 排骨买回来 不要老是炖汤或者红烧了 教你一个好吃到舔手指的生炒排骨 油热放入姜片 倒入新鲜的排骨 炒出油汁 炒至表面微黄 倒入一罐啤酒去新增香 调味加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胡椒粉 大火收浓汤汁 放入蒜末小米辣 煸炒出香味 最后撒点蒜苗 翻炒两三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生炒排骨干香入味 喜欢的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二种 花椒排骨 以后把排骨买回来 不要总是红烧或是炖汤了 试试这道青花椒排骨 麻辣鲜香 好吃又下饭 首先把10块1斤的排骨剁成小块 清洗干净 放葱姜和料酒 再加盐 生抽 蚝油 抓匀腌制20分钟入底味 油热倒入排骨慢慢煸炒 炒干水汽炒到排骨微微变黄 炒出多余的油捞出不要丢 再放姜蒜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青花椒火锅底料 一盒只要一块四毛九 用它炒鸡肉炒牛蛙都非常好吃 翻炒均匀后再放入青椒 最后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麻辣清香 下酒又下饭 第三种 糖醋排骨 很多人做糖醋排骨都是直接下锅就炒 做出来不是发苦就是咬不动 今天就把我当大厨30年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记得收藏哦 十人一斤的排骨剁好后 记得不要焯水 只需要加一勺盐和面粉清洗 这样不仅能去腥 还能保留排骨的营养成分 不容易流失 然后下锅煸炒 这才是排骨咬得动的关键 炒至金黄后加28粒冰糖 这样肉香味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我每天认真的分享家常菜 您就留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 不会做随时可以找到我 再放葱姜 八角 一大碗热水 调味放盐胡椒粉 生抽 老抽 陈醋 盖盖小火焖35分钟 出锅再淋上一勺陈醋 用大火收拢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三天适中 孩子们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学会了 记得点赞收藏做起来 第四种 板栗排骨汤 秋天天气干燥 聪明的妈妈 一定要多给孩子喝这个板栗排骨汤 汤鲜味美 自用热好喝 砂锅中倒入玉米 胡萝卜 超过水的排骨 板栗 红枣 葱姜 一次性加满清水 扣盖小火炖30分钟 然后倒入山药 再炖20分钟 调味只需加一勺盐 撒上枸杞和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板栗排骨汤鲜甜滋润 干燥的天气 赶快给孩子做起来吧 第五种 蒜香排骨 以后排骨满回家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蒜香排骨 蒜香浓郁越吃越想吃 首先剁好的排骨 加适量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一勺淀粉 再来点蒜末 抓拌均匀腌制入味 六成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炸至表面微焦熟透备用 锅留底油下蒜末爆香 再倒入炸好的排骨 青红椒丁 大火翻炒个五六七八下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您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六种 家常烧排骨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排骨新吃法 不用油炸不用烤 做法简单 看一眼就能学会 花八块买了一斤排骨 真的太贵了 不知道你们拿多少钱 剁好后记得不要焯水 只需要加一勺盐和面粉反复抓洗 这样不仅能去腥 还能保留排骨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板中打一个攻击蛋 搅拌均匀备用 不知不觉 我发了700多个作品 还没有得到您的小红心 前几个视频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猩猩吧 拜托您了 锅中油热把排骨直接下锅煸炒 这才是排骨咬不动的关键 炒至金黄后加38粒冰糖 这样肉香味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再放葱姜 八角 一大碗热水 调味放盐胡椒粉 生抽 老抽 陈醋 盖在小火焖40分钟 出锅再淋上一大勺陈醋 用大火收浓汤汁即可 这样做的糖醋排骨 酸甜适中 孩子们一口一个 好吃到舔手指 学会了记得点赞收藏做起来